超之大 這間真的超大 一拿變小 變大了 不知道有沒有比我的臉大 成功了 我現在來到了高雄鮪魚家族飯店 然後這間是我的房間 超級大 這間真的超大 有客廳 你看這個雙人座的沙發 不是小的那一種喔 屁股很大的也可以坐 這很強耶 電視就在這邊 我覺得這個不錯耶 Yes 從各位旁邊就有插座 太棒了 我們現在是從飯店出發 去六合夜市 大概十分鐘的路程 然後沿途就可以抓一下寶可夢 然後去六合夜市吃好吃的再走回來 然後我們飯店的房間裡面因為有座位區可以坐 我想說帶一點宵夜回來吃 感覺是一個不錯的行程 現在來到了六合 不要後退 你會被撞到 現在來到了六合夜市 然後這是上次我們參加音樂季剩下來的卷 它這個是可以抵攤販的抵用卷 然後一張是50塊 我們總共有三張 然後等一下我們逛六合夜市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這個來消費 欸這應該 所有攤商都收吧 不好說對不對 不知道他們還收不收 它上面的使用期限是到2025年的2月28號 那我們就去用用看囉 然後上次逛六合夜市 雖然是之前音樂節的時候 但是那一次來的話沒有逛很久 我們就是草草看了門口的那幾攤 也沒買東西 很累啦 很累了 然後所以我們大家就是回去休息 就沒有再繼續在攤販這邊逛 所以真正上一次逛的話 我應該是大學的時候吧 我大學的時候我自己有來 然後那一次我可能逛沒有幾攤 吃了一個東西然後就走了 沒有實際真的逛過裡面 這應該是我最認真逛的一次 我們這樣走了大概兩個紅綠燈的距離 後面還有一小段 真的是蠻寬敞蠻大的 我可以說200嗎 謝謝 嗨 狗狗 牠會怕 買一個蚵仔煎 10塊 然後大雞排90塊 雞排這個大小 你拿變小 我拿 變大了 超大雞排 喔有點湯喔 這個雞排 不知道有沒有比我臉大 看不到嗎 你幹嘛 你要偷吃嗎 什麼偷吃 貪吃的後果 現在幾點 6點20 6點20之後 開始有些許的人潮了 我感覺到7點 7點應該會更多人 所以如果怕人潮太多的話 大概6點來 攤飯會開的差不多 然後就可以先去挑自己喜歡吃的 買一買然後帶走 現在買完準備要回家了 不對是回飯店 回飯店的路上呢 我們會先經過一家全聯 我們打算在裡面買一些喝的回去配 然後我們今天選了 他煎70塊 雞排90塊 然後炭烤豬肋排200塊 還有甜湯式杏仁奶酪 然後那個是70 然後等一下準備去喝啤酒囉 準備開動 先來吃雞排 大的雞排90 我覺得他裹的皮算是比較厚一點的 古早味的雞排 中規中矩 但是很大片 看起來就很爽 配啤酒可以到8分 雞排8分 直接挑100分 好接下來吃熱排 熱排 烤得晶晶亮亮的 這個熱排 味道不錯 只是他這個熱排的攤位好像沒什麼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價格的關係 因為畢竟熱排本來就沒有再便宜 所以價格的關係在夜市裡面吃起來這個價格會比較高 好吃 它味道很好 它醬汁是甜甜鹹鹹的 它做得不錯 8分 配了之後就8.5分 你什麼都100分 你有啤酒就好啊 熱排 好吃 可以買小份的一起分享 大塊400 對會覺得壓力比較大一點點 可以買小份的來試試看 蚵仔煎 然後是一個老婆婆跟老阿伯在賣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攤位客人還蠻多的之外 東西弄得還蠻乾淨整齊的 它的蚵仔上來的時候是燙好的 然後它一次也不會準備太多燙太多起來 你就會覺得它弄得乾乾淨淨然後很整潔 我蠻喜歡那種感覺的 不會因為做很久然後整個攤位髒細細 因為很多蚵仔煎的攤位看起來真的很髒 我實在是有時候會覺得很不舒服 邊邊會有很多很多透明的 它這個透明的部分沒有那麼多 它跟蛋是就是有透明的就一定會有蛋 就是黏得好好的 所以就很像蛋餅的感覺 它把它做得很像蛋餅 因為不然蚵仔煎不是很多都是只有透明的 你自己看 它是不是都有蛋 幾乎都會裹到蛋 所以每一口都會吃到蛋 也會吃到那個透明的蚵仔煎的麵糊 我覺得做起來算蠻細緻的嘛 所以會有這種打開有種 欸我在吃蛋餅的感覺 我很喜歡 你吃吃吃看 然後它蚵仔煎的醬料不會過鹹 然後也不會過油膩 吃起來就是可以搭配的剛剛好 幾分喔 7.8 配啤酒不會加分 我覺得蚵仔煎單吃就很不錯 你什麼都嘛要100分啊 早安 然後看了一下早餐的菜色 也還滿適合中餐吃的 因為它還滿多肉類的食物 早餐就有燒賣可以吃 喝會一點點暖暖 喉嚨會暖暖的 嗯 只有冬天喝不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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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